剛剛特別注意,就是剛剛同學發生幾個狀況,大家說一下,第一個,那個聚集裡面記得按編輯有沒有,這邊就,他會跳V就BED,特別注意這個註解,前面一定要加單引號,單引號意思是說,如果你假設後面的程式,這個在程式裡面呢,他只要遇到單引號,底下這個程式就不會被執行,也就是說這個實際上,他就把它當成是一個 註解,就是你將來想要知道說,這個程式到底什麼作用,那他就可以在上面加一個敘述了,那至於這個敘述到底要寫什麼內容,其實你可以自己將來可以再多打一些內容,因為如果你這個底下程式不知道到底什麼作用的話,可以再把它稍微敘述一下吧,那主要原因當然因為是,你這個註解不加沒關係,可是問題是你將來如果再重新看這個程式的時候, 你會看不懂,那為了避免說,將來你會不知道到底你當時,到底做了什麼事情,那你可以再稍微做個紀錄,不然的話,一段時間,這個東西你又不紀錄,你要忘光光了,就像說,你們將來到期中考,期末考,或考試的時候,或假設你都沒有做任何 這個紀錄的話,你剛才都忘光光了,程式很容易忘了,那如果為了避免說,你將來回頭看這個程式,你會看不懂的話,通常還是要加一些註解吧 所以像我自己的習慣也是一樣,如果我曾經寫過的程式,我會在上面稍微敘述一下 甚至的話呢,我會稍微做一些,類似像雲端這樣的說明,比如我曾經做過什麼,不然回頭看,我會不知道說,我當時原來我在做這些動作,真的很容易忘記 所以,像我上課會錄影,有時候不是只有錄影給你們看的,有時候自己回頭看,因為我曾經教過東西,難保不會忘記啊 所以,像我曾經常常上課,比如說,隔了一年又要上同樣的課程的時候,那背課非常花時間 那後來我發現有錄影真超好,我大概只要花五分鐘,把我以前之前上課的內容,稍微review一下,發現我又知道該怎麼上課了 但如果我沒有做這件事情的話,我大概又要花好多力氣喔,背課其實真的太花時間了 OK喔,所以喔,為什麼要加註解,不加可不可以? 當然我會問啦,不加沒關係啊,可以啦,可是問題喔,你就會忘記很多東西 那一樣啦,你將來在生活一樣,你如果不做任何紀錄可不可以過日子,一樣可以過日子 但是你就是成為一個沒有回憶的人 OK喔,沒有回憶的人跟有回憶的人差在哪裡? OK喔,想說沒差啊,沒差沒關係啊,反正有沒有差,自己可以去思考一下 OK喔,我是覺得回憶是非常重要,因為如果沒有回憶喔,真的很多事情感覺好像白活了 OK喔,因為有些東西啦,不過當然每個人的想法不同,OK喔,那我的習慣是一定要加這個註解 OK,那最後的話呢,把這個再熟悉過,那下一次上課的話,我們就要除了錄製喔,你會發現什麼事都沒做 他會自動幫你寫程式,但是感覺好像還不夠踏實 為什麼,因為不是我們自己寫的,所以呢 今天應該沒辦法,時間來不及,我再講一下,那下一個禮拜的話呢,我們就要開始動手寫了喔,不是錄的喔 所以下個禮拜就是BBA了 那這個部分的話,要怎麼樣自己寫這個東西,不是錄的喔,是寫的喔 然後呢,這個門號的按鈕喔,跟剛剛最大的不一樣,你會發現喔 請你觀察一下上面這些,這裡喔,你會發現 這個按鈕按下去喔,它出現的是最後的結果 那我們剛剛錄製據習喔,它是什麼,是輸出一個公式到儲存格 欸,這兩者有什麼差別呢 當然喔,一個是丟公式到那個儲存格,它把結果告訴你 一個是什麼,一個是我在BBA處理完之後,把結果喔,再輸出到指定的儲存格裡面 所以這個下一次我們會來講,最後呢,請各位喔,把這個檔案令存心檔一下 那今天的話喔,就是記得喔,因為每一次上課都不一樣,所以喔,你就在後面加個刮紅 把它加上今天日期,今天應該0924嘛,對不對喔,把它刮紅一下 另外呢,還有一點喔,請特別注意喔,請你把那個存檔類型喔,乾脆直接改成 改成什麼呢,改成這個,啟用聚集的活業部 OK,那特別注意喔,請你不要選錯喔,你不要選成活業部喔,因為如果你選 活業部跟啟用聚集的活業部最大的差別就是喔,如果你沒有啟動聚集的活業部的話 你剛剛錄這個聚集喔,還有VBA就全部消失了 那找得回來嗎?找不回來喔 OK,那意思是說喔,你剛剛做的,等於是全部都沒有喔 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喔,啟用聚集的活業部有沒有,然後把它存檔 也就是說你們交的話就交這個檔案就可以了 OK,存檔 那另外還有一點喔,請各位注意一下喔,那把它關閉喔 如果下一次你再把它開啟的時候 它會放在這裡有沒有,它的副檔名是XLSM,多一個M M就Marco,其實就是聚集的意思喔 然後呢,你打開喔,特別注意喔 你剛剛有同學遇到同樣的問題 因為他可能之前已經有錄製聚集還怎麼樣 裡面已經有聚集的話 那你將來要用它的話 記得喔,請你看那個上方工具列上喔 有一個叫啟用內容,一定要按下啟用內容 你才能夠再去做程式的編輯 否則的話呢,你沒有辦法 像有沒有看到,有沒有看到啟用內容 這個關鍵字有沒有 就剛剛同學,你要安全性警告 他預設是停用喔 也就是說,他預設是不讓你寫程式的喔 除非怎麼樣,你一定要按一下喔 這個要關閉啊 這邊要按啟用內容 如果沒按的話喔,你後面的動作都不能做了喔 如果我不按對不對喔 你會發現,我要開發人員 然後聚集啊 你會發現喔,沒辦法編輯 有沒有,按Visual Basic 可以切過來,但不能執行啦喔 那,所以記得喔,一定要啟用內容 這個時候啟用內容沒有的話 你就把,可能要關標,重開一下 一定要啟用內容喔,才有辦法做後續的動作喔 那今天的話呢,請,就是把這個作業繳交就可以了 好啦,畫面還給各位喔 謝謝 谢谢大家